新北市板桥区系指区的两家幼儿园幼童 陆续检出巴比托类本二氮瓶类的物质 专家表示目前所采用的免疫法只能够辅助诊断 没有办法完全排除胃阴性 新北市幼儿园孩童体内验出管制药物风波 延烧范围扩大 不止板桥区新增一名系指区幼幼斑 孩童体内验出本二氮瓶类29麦克 新北市府表示胃超标结果为阴性 仍让家长们担心 医副会执行长林庆峰表示 将委外送往利人检验所进行植谱分析 确认试验 在家长同意后周五送验 最快结果一周后会出炉 看看现行检验方法 采用免疫法使叛毒药物结构特征 检验时容易误认特征 出现胃阴性胃阳性 外府部将进一步采用验相层吸植谱仪检验 可排除干扰因素精准度更高 因为它是精准地辨认这一个药物 它的一个分子结构 那销出免疫分析 所以它是认识说 有这一类药物的某一个结构 那具有同样结构的物质 不只是这个药物 可能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物质 对于毛发检验 除了检调单位 台北荣总也着手建置 检验设备及方法 已经开始建置有关毛发 巴比陀岩的一个分析方法 那目前的进度是已经在采购相关的标准品 毛发的研磨器 而目前孩童验出管制药品引发部分家长恐慌 中华国际幼儿文教联合总会总会长李坤北表示 全国教保人员士气低落 甚至讨论转行 若协助家长喂药要承受污蔑 因全面停止教保员喂药 如今教育界和家长们 只希望检调单位尽速厘清案情 让风波尽快落幕